福里乡公所4号上午7点左右勘察后 发现明轮桥梁损毁 钢变桥与寒管的交接处有严重的掏空情形 而为了顾及乡亲的安全 继续的封闭执行 乡长表示期待三天后能够解除状况 请民众随时注意通告 0918大地震造成花莲福里乡的明里桥梁毁损 今年6月份才刚刚完工通车的明里变道桥 在这次山土耳台风的大雨当中 钢变桥与寒管交接处有严重的掏空情形 目前是封闭无法通行 今天早上我们快请相关的开口厂商 带着机架 先把西端三个寒管部分的参与物 来做一个挖储的动作 然后迅速的准备再把新的寒管 再把它设置上去 可以在上面再铺设相关的一个水泥 另外大家最关心的 六石石山产业道路部分 4号早上也已经请厂商沿线开始清除 土石崩落以及路数障碍 请上下山的民众 还需注意路况小心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也请机械 这个也上山了 把沿途的相关的一些落实 能够做一个产品跟清除 我想在今天的一个傍晚的时候 整个六石山的路面 会恢复到一个安全顺畅的一个要件 乡长江东成说 这次山土的台风虽然已经远离台湾 为了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也请民众配合乡公所的公告以及通知 也请民众时刻注意公所后续发布的最新消息与动态 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傅里香采访报道